齐豆豆家的曲奇想洗澡和草莓白玉卷 这个是荔枝和山竹的痕迹 我不是挖鼻孔了 谁有这个指头挖鼻孔 今天喝了麦冻吃了果冻 他还是忍不住 因为你给我一见三连而感到心动 这个草莓白玉卷 这两款黏的质地真的很像 肉肉的就是戳起来有那种啾啾的感觉 这个是有点晕染的 被我放的没大有了 这两款黏我品味一下 我品味一下 上面是我反那个成精水的痕迹 仅仅用两根手指头去擀出它 真的好像太像了 就这个好像要更更油滑更细薄一点 这个是稍微更厚一点 他们两者差距就像是 这个像糯米冰皮 这个像放冰箱里糯米冰皮 齐豆豆家他们家的起泡胶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他们家自身产品 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产品 基建的跨度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他们家跟别家比起来的话 还是挺有辨识度的 就这种感觉 怎么突然反了点成型水 它这么剧烈的起筋了 有一种反成型水叫做 我以为它不够 但是泥已经喝饱了 这个是防飞梯 是让泥能够跟我一起互动 让它自由的飞翔 但是它又不会双脚离地的一个小东西 叫防飞梯 这个味道有点熏熏 有点熏熏 大多数泥我感觉都是和食物沾边的 都是食物的相近 偶尔闻闻花香觉得还挺清晰的 就细腻滋润柔软 而且你撒多了成型水 也是很容易就是能揉匀的 我很好奇他们家用的是什么起泡液 虽然我有店主的微信 但是我不好意思问住 让两个人都很尴尬的问题 我之前看到有人说 他们家的起泡液是沙圈洗发路 我也不知道 有机会买来试一试 就是很丝滑很细腻的那种 但是它这个味道太过于浓厌了 感觉让人跟腻在了草莓果酱里一样 快点捏的话 就是刮在手上的碎屑就没有那么多 起完泡以后也是那种柔柔嫩嫩的 我记得之前有小伙伴说 他们家你只要把盒盖拧开 玩完之后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确实有点这种情况 耶嘿 我盖子盖错了 吓我一跳 我怎么感觉刚才有个草莓味 怎么又来个草莓味 这个是取其想洗澡 刚才那个是草莓煤玉玉卷 草莓白玉卷 取其想洗澡 嗯这个是要厚一点的 歪一下 哎加多了铜沙水了 真是非常的sorry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年了 还是判断不好这个量 刚才就不该让你吹空调 你看你 身体都紧张成啥样了 它刚才空调缺多了 有点紧绷 好圆润呢 歪了 这个像月亮膜 这个怎么又是口圆形的 闪亮大光头 央翻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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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比刚才那个草莓白鱼卷 更厚实一点 更糯一点 整体更有分量一点 拉伸起来感觉像椒皮糖一样 比较有韧性 气面速度也挺快的 纹路也比较细腻 这个也是一样的 品质稳定 起泡量也很优秀 一样的也是很丝滑 浓郁的那种 它这个稍微有点起到极限以后 拧下去 就像是那快要烂掉的那种 很面的苹果 在你嘴里挤压的时候 这种感觉 有点相似 是除此之外 实在是找不到相似的感觉了 咱们 感谢观看